為何我如此喜愛這個主題 我為何那麼喜愛這主題 因為金錢與性 是將你人生很核心的模式完全無光的 但是其實金錢和性只不過是一個入口 讓我開始探索我們生命更深層的東西 所以其實金錢又好 性又好 其實沒什麼大不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在那個模式裏面 看到你生命更重要的東西 這樣它就很有價值了 它可以將你的人際關係模式完全曝光 它都可以看到你怎樣對自己 你可以知道你的溝通目是怎樣 總之它可以將人生近乎所有東西都曝光 它都讓你知道你的靈魂要進化 究竟現在你要面對的主題的功課究竟是怎樣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主題 當然在這個工作坊裏面我們探討金錢和性 當然你會聽得很興奮 很刺激 但是重點不是聽得開心興奮 是在課程和課程 即是這四天完成之後 去到下一次你又再去工作坊 在這個期間 究竟你的生命如何用到你所學到的東西呢 這個人的大事是每日每日的性格 當然是全人 對於已經上了五十天 或者已經下一個月的同學 你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常生活 每日每日都要做一個愛的選擇 例如你學鋼琴好嗎 例如你學鋼琴好嗎 如果你從五六歲開始練 可能每日每個禮拜二兩三次 你就會一路一路開始進步 你如果一直在平衡上去 大學生成為社會人 如果每日平衡上去 你會不會做平衡上去 但當你已經進入成年人的世界 你去上學或者已經上班 你會不會很忙 如果你一膽下你就會忘記了 所以其實這個階段 你反而需要每日用 每日用 每日用 所以這就是我老學原來 你需要一個很堅持的學習態度 所以你自己每日用你所學 所以就好像這個問題 健康上的問題 我錢的問題 Business的問題 人間的問題 人間關閉問題 摘迪的問題 那麼你每日願意去運用 你就會發現 無論是你的健康問題 你的金錢問題 你的家庭問題 或者任何問題 你每日用 它們就慢慢 就不會再拉自己後腳 你的生命就會來不可行的了 所以工作方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個機會 想你很集中去訓練去用練習 讓你有一個奇跡體驗 讓你回到現實世界就可以用得更新的心靈手了 但是究竟我們的心靈方要去哪裡呢 就視乎你的選擇是怎樣的 因為不管什麼事情發生都不太好 所以在自己的身體上就回到 然後就發展進行事物 我們的教導我告訴你 無論你心裡發生什麼事 那件事都是為了你的靈魂學生想而發生的 所以無論怎樣也好 你回到你愛的中心 在愛出發、回應、選擇 在這三天的訓練程中 在晚上浮上了一段時間 簡直簡直説明 由今日開始我們四天的工作坊 我們就開始這個旅程 我簡單說明一下究竟我們那個流程會怎樣 我們是課題、問題、課題用的 適合的適合的適合的適合 我們自己的工作坊 每次我們都希望你為你的生命 想定一些你想處理的問題 想專業一些障礙 那你就可以比較清楚挑戰 知道向著什麼方向接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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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問你了 你的生命到了這一刻 有什麼問題你想解決的呢? 一個又好、兩個又好、三個又好 試試寫下在你的版本裡指讀 問題是哪些呢? 我真的想要這個問題 那你會想要這個問題嗎? 如果你的生命有什麼問題呢? 我會問你第二個問題 有什麼東西呢? 好想好想要 等到這些黑眼都沒得到呢? 那這個問題呢? 方法可以處理這條問題呢? 一番 第一種 就是百分百負全責 為自己這個問題 負一百分一百的負責 百分百負責任於自己的問題 如果你要承認這個問題 我負全責 那就代表你有能力去完全翻轉改變這個問題 所以你知道呢? 那些小朋友的工作方式有什麼問題 不關我的事啊? 懶人就可以了 這裏沒有人可以被你懶的 尤其是ASK的工作方法呢? 我們對於負責任的基準呢? 是很高水平的 或者說話說呢 你可能在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賴人 這裏呢? 沒有得賴人 雖然是這麼說的 但是偶爾又會跌落那些受害者陷阱頂 最近政府對於這個判斷的人也有 或者你昨天我們吃飯前跟他說 關於香港最近 我們很多香港人都把那個矛頭責任去指住政府 我們什麼都賴了政府 中國政府的政府 日本政府的政府 或者沒有什麼都賴了 賴的天氣 或者沒有什麼都賴了 賴的天氣 那當然最容易可以讓我們把這個力推在哪個身上 當然就是他 會賴你的老公啊 他都不跟你做案等等之類 或者老公呢 或者老公呢 賺來賺去錢都不夠 或者老公呢 或者有點沽寒 或者我老公呢 勸直他都不肯去工作幫 或者我老婆呢 他都不肯去工作幫忙 他不肯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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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樣 這裡的 這裡是什麼 因為他們是 由於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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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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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看你自己 我要觀察到什麼樣子 自分的事 自分的事 究極的事是這樣的 自分的事 當然去到終極 雖然要原諒自己 但除了這麼終極的自己原諒 還有什麼人要原諒 如果那個人要原諒 雖然要原諒 那是 雖然要原諒 雖然要原諒 那是 他人要原諒 雖然要原諒 原諒自己原諒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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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諒 問題、その状況、そのものも有了 另一件事要原諒就是原諒現在這個局面 そしてその問題をそこそも織り出した 自分自身の信念、ビリースシステムを有了 因為所有的事都是我們自己創造 是我們的信念系統去創造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都要原諒自己的信念 原諒這些所有的一切 更加上その問題を創造した 自分自身の自己概念、セーフコンセプトを言うこともできます 亦都可以原諒土裏面的概念 就是因為你有這樣的想法 才會創造這個現實的世界 如果你能夠去原諒我這種這樣的看法 你的信念系統開始向前走 這些全部都要原諒的 相手を許し、自分を許し、信念体系を許し、自己概念を許し 原諒自己、原諒別人、原諒自己的概念、 這些想法、原諒整個局面 問題というのは許し быть必要な部分につ All haven't there been to you 那麼意思吗? 問題というのは許し必要な部分につい worries 其實為何會有問題呢? 就是每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呼喚你的時候要原諒 三件事是何時的? 許し、信念品 當你已經聯絡了,就要去 必須状況是上手上去的,信頼 如果你願意聯絡,就要發展 你以為最好而發生的 你以為最好而發生的 你發生的所有一切都是為了你的成長而發生的 所以大家知道,我們對於奇蹟有不同的定義 如果你覺得奇蹟一定要這樣的話,就限制了真正生命的奇蹟 如果全身全已經原諒了,我可以保證奇蹟 很快就會發生 所以,如果你說,我已經上課很多次了 但我老公應該都沒有遇過,有沒有搞錯啊 是這樣的發生的 所以你的老公也沒有需要改變 你可能不需要聽很多很多次我說 你只有一天,你會明白的地點 所以那些四天,你就要不斷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這樣做的啦 如果你的宣傳已經明白,這個生命 不如答案進來,三一條便可以走了 不如你剛才寫到這條問題,你願意為這條問題百分百分全摘 然後原諒了所有的一切,願意去信任所有發生的事 都是為你最好而發生的事 那你都沒有問題,那你就可以走了,是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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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是正面的 我不是和你講笑,就是不簡單的 不是,個人心理想起的問題幾乎已經失去 那些問題已經失去,現在已經發生了 我們現在實際上我們身為研究中的事 那些學員突然搞到這一切,他願意為生命負責 對願意完全公署之後上課的時候 他下午真的已經發現 以前我上午寫的問題 全部已經解決了 我們是開心 生命的朋友是可以快到半天就搞定了 我們是開心 就讓你自己的生命可以快得這麼快 就向前走 世界見的女生是全靠著 恐懼是何不可能 所以你完全在這樣的能量去做 你給這個世界的看法 就可以瞬間有恐懼 人家見到什麼都可以沉迷開 是 錢的問題 同學你的問題是關於金錢的 你舉手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不要亂舉 你只是舉個有聲 錢的問題是沒有的 其實我想說他也知道 根本不可能有所謂 跟金錢有關的問題 現在 其實銀行的大挖子 那個問題 沒有 無數銀行には確實有高度 有 每個銀行的店友 無數的店員 都封信從來都沒有資質過 皆さん 大切なのは お金の使い方 所以不是金錢有問題 是如何用金錢 你不認識 所以才有問題 無數銀行的資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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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付出就會有更多的封信 對他的生命 我不是跟他講小 他不是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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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他信任的豊かさ 是在那裡常常有的 所以 我信任的豊かさ 是在那裡 我信任的豊かさ 你不認識 另一個問題 你的問題是關於性的 你不認識 他沒有問題 是我老公 我老婆 他會找我男女朋友 他認識的問題 你不認識 我做一次問題都沒有了 但是我的心腦 腦子就變成了 你不是想罪嗎 他會想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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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認識 當然 你不認識 如果你的伴侶 他對於性 不開心的話 當然 其實問題 都關你自己的時間 您不認識 你不認識 他不認識 你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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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伴侶 幸福大樂 是 私人的 日常 在性某個層次也確實是關於肉體的一種感官 所以它其實是代表溝通的問題 當然如果我們講得更加深 我們的生命的本質根本就不只是肉體身體 因為我們的本質不是肉體 我們是比肉體這麼偉大的 我們的真正的本質是光 我們的真正的活質是愛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肉體?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身體? 為什麼它有這個身體? 我又有這個身體了 因為我們如果有這個肉體 我們就可以互動、我們就可以溝通 當然性能量、性行為 也都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這個系統的性能量、社群組織 無論性能量、性能量、性能量、性能量 性能量、性能量、性能量、性能量 如果你知道我這個性能量 是用來作為溝通的人 根本就不會有問題 但如果你搞錯了 以為它只不過是一個身體快樂的話 當然就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所以我希望我們四天的目的 希望是為你的生命創造全面的幸福快樂 全面的幸福、全面的快樂 你叫你回家嗎? 我叫你回家嗎? 等一下 好